區議會選舉投票時間去到晚上10點半結束 截至晚上8點半 一共有超過103萬名選民投票 投票率是35.57% 較上屆同一個時段投票率高出2.38% 在分區方面 黃大仙仍然維持最高的投票率 達到38.83% 有72,713名選民已經投票 而離島和荃灣的投票率相近 分別是38.77%和38.52% 至於投票率最低的暫時是灣仔有32.28% 在九龍城黃埔東選區是另一個焦點戰場 民主黨派出的黃碧雲挑戰現任區議員梁美芬 另外還有來自人民力量歐陽英傑的追擊 入院之後 三個候選人在黃埔人流最多的十字路口 各居一方繼續拉票 面對民主派的兩個候選人夾擊 各族連任的梁美芬就找了一些專業人士來跟他拉票 推銷地區政績 民主黨的黃碧雲也不輸蝕 找了將民光來撐牆 下午開始就打告急牌 希望可以推高投票率增加勝算 人民力量的歐陽英傑就說 自己不單想追擊 還有心想贏得議席 由於選區擴大了 今屆有8,000多名登記選民 較上屆多了1,700多人 是九龍城區增幅最大的選區 好了這次的區選直擊到這裡 到最後